非数字资料 不是阿拉伯数字 它是可能是输入那个 什么85分之类的 其实就这一段 那我先 把它已经先程式先贴上 那我们来先转一下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今天 大概已经到1 然后输入可能 它就输入80分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什么都有可能 真的你看到你这会傻眼 就是会有人这样打这种分数 假设我们是尽量去 猜想可能的状况 然后你按确定 那当然它是有资料的 所以它一定 OK 那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而且一样 我也是每一个 判断的话 其实就判断这三个就好了 那而且我前面 多加一个这个啦 XX 这个东西叫msgbox 就是msgbox 讯息方块 那这个小icon的话 就是后面你再加一个 这个参数就可以按确定 那把它删掉 油标放上去 确定 有没有删掉它 油标放上去 意思说 你就在这边帮我重新贴 还有80分加按新增 这样就OK 那这个怎么防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 主要一一样是在这个的下方 所以确定有资料了嘛 再来的话就判断是不是数字 怎么判断是不是数字 我的判断方法就这样 一 if 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啦 我们if 什么啦 这边的话有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的话 那个函数的话 是VBA的函数 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呢 你就打个is is is就是是不是的意思 所以在VBA里面的函数 如果是is开头的话 多半就是是不是 不是 array 的话是不是正列 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错误 那其中的话有个什么 是不是数字 就是is numeric 这个 OK 所以底下啦 大概都差不多 是不是物件 等等 这个的话你把它点两下 挂断之后的话呢 你给它什么呢 把 因为我要判断的只有 二三四就好 所以把这个二 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 让他判断一下 他会自动帮我转成数字 所以外面不用再CRNT 然后是的话呢 就是等于true 等于true 就是等于是 这个是不是 那其实 我们应该是要留下 那个什么 不是的 我把它判断出来 所以你可以等于false 或者是我讲义里面 这边是写成这样 不是 不等于true 这样也可以 等于false 就是这样 其实也就是不等于true 那两个是一样的叙述吗 不是 不等于是 那只是说看你习惯了 我自己习惯是写这样 因为我要抓的是 它里面判断不是数字 这样我看我会比较了解 有的人逻辑习惯的问题 我习惯这样 then 然后呢 不是数字 then OK 字不能打错 t OK then enter两下 那做什么 要先把enter也不先打出来 然后呢 我要做什么呢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那我就matchbox 跟他讲说 请输入 就这一串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然后一样这一串 所以我就偷懒一下 然后一样的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后面的话逗点 逗点之后的话特别需要 后面我用这个VB 这个什么 quitical OK quitical就是叉叉的意思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堆 其实我比较常用的是VB Information是惊叉 quitical是叉叉 OK 那还有其他的 那怎么知道是他怎么图示 以前我的做法是 我就点点看 然后跑出来看是什么 我就知道了 因为坊间书籍 好像也没有特别针对 上面的icon 去做说明 不过如果说 假设我们怎么样呢 我按F1看看 我们官方的说明里面会不会帮我们整理好呢 他这边有 但是他不是图示 他只有这上面的说明 理论上应该比较贴心应该是什么 把那个上面的图示帮你把它放在旁边 不过没有 没有怎么办 这边是不是有 有没有什么 这边 诶 意见反应 对吧 真的啦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反应一下说 请帮我在后面加上icon好不好 这样多好啊 对不对 从30年前的版本 30年后版本都没有 奇怪了 这很困难吗 应该不困难 可是他就是不想做 对不对 而且他不想做 做的不好啊 问题 其实里面说明的问题还蛮多的 但是还是一直都可以这样子 我不知道 Essal 就可以这样子撑着 对不对 只要因为他没有竞争对手 说真的现在你把Essal拿掉 即便免费的给你用 你也还是不会用 对不对 像Libra Orbis 也有免费的 但是呢 还是没办法 OK 好 所以这个大概跟各位说 至少上面有一些说明 你大概自己看一下 其中的话 XX就是VV Critical 然后 这边的话就把它清空 油要放上去 然后Essal 那一样的就是 2 3 4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就把2 3 3跟4 一样 再把它什么 复制改一下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样子跑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他有输入资料 那可是呢 他输入的并不是 那个正确的 比如说像刚刚 这个数字 用英文也可以 然后呢 底下 他也会帮我判断出来 他怎么样 新增 有没有 请输入 删掉 再邮票放上去 直到你输入正确的为止 OK 那再来最后还有一个什么 0到100之间 那0到100之间呢 也非常简单 就在下面 0到100之间 如果不是0到100之间 那怎么判断 必须 大于100 或者是 小于0 也就是这个range之间 中间加个O OK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是判断 0到100之间 那基本上这三个房呆加上去 那这个系统应该就 非常稳定了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让这个系统稳定的应用 就是让人家一般使用不会出错的话 那你就用这些方法 把可能发生的状况 都先在输入之前 列在前面 我想你这个系统以后给人家用 就不会被抓毛病 OK 那这样的话 人家用起来舒服 大家要enter 大家要enter 其实还蛮好用的 所以其实工作里面 如果有这么多这种好用的输入表单的话 那其实工作起来的效率也会比较好 另外的话呢 也比较不容易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那就不太需要之后 还要再去针对资料里面发生的问题 去找错误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问我的问题都是 他前面输入资料就出错 后面你还要再花时间找 我觉得反而是浪费时间 倒不如在源头就先控管一下 那这部分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等